不论平日还是假日 到医院看诊的民众都不算少 不过如果要到大医院 不但等候的时间比较长 挂号费还不便宜 生病了大老远看医生 除了花时间还得花大钱 都要很贵 现在景气很差 真的 卫福部3月4日取消挂号费用 调整备查制度 各医疗院所可以自行调整挂号费用 形同取消全国统一的 医疗院所挂号费上线 在挂号费取消上线之后 六都已经有多家医院 调整挂号费用 调整后费用落在 170元到500元之间 民众看个医生 相较于以往 恐怕得花更多钱了 不过高雄市卫生局就宣布 高雄市9家势力医院 挂号费部长 可能应该他涨价的话 应该对有些民众来讲 可能真的有些 会有点困难 这蛮好的政策 减少经济负担 没有再赚钱了 虽衛福部3月4号公告停止适用 医疗机构收取挂号费之参考范围后 陈其迈市长立即指示在 茅定医疗平权照顾弱势之核心价值及民众就医可经信事立场上 高雄市政府所属9家势力医院挂号费不予调整 目前高雄市政府附属9家势力医院 各门诊挂号费都低于一般医院诊所 也让有看诊需求的民众少一些经济负担 高雄市9家势力医院呈市府医疗公卫政策发展责任 目前各院门诊挂号费50到100元 急诊挂号费100至200元 均较一般医院诊所略低 虽然医疗院所长挂号费不必经地方卫生局审查 在不少医院纷纷涨价的同时 高雄市势力医院决定动涨 也让民众看诊少一些负担 记得中央佩庄舒婷高雄报道 中央市势力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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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